多倫多市中心Gardiner快線 部分路段下的人行道 將會迎來全新的設計 文春報導 代表多倫多市中心 皇后馬台一大商業社區的 湖濱商業促進協會 公佈了兩條位於Gardiner快線下 人行道的新設計 兩項新設計 是在一個全國設計大賽中 跳泳而出 分別名為Boom Town 和Pixel Story 前者將被用於 約克街的人行道 而後者將被用於 SIMCO街的人行道 代表這個地區的市議員周凱傑說 兩項設計 是一個名為Waterfront Reconnect項目的一部分 總成本低於100萬元 定於今年秋季開工 年底前完成 新設計有望吸引更多人來到湖濱區 同時提高這些路段的安全性